大家好,把鸡蛋放进滚烫的油锅中 出锅瞬间就变美食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打入三个正宗的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再加入适量70度左右的温开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这样可以防止把鸡蛋烫熟 就像我们做水蒸蛋一样搅拌 最后把所有的鸡蛋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葱花 不喜欢葱花的也可以放入适量的韭菜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面粉 什么面粉都可以 中筋、低筋、高筋都可以 然后再加入一小勺泡打粉 如果没有泡打粉也可以用小苏打代替 再加入一勺13香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不加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看不到干面粉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4分钟左右 一直搅拌至面糊里面没有面疙瘩 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 粘稠度看起来和老酸奶差不多 最后再加入一小勺盐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食盐搅拌到面粉里面去 多搅一会儿 充分的让食盐融化 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旁备用 然后起锅撒油 锅中的油温稍至七层热 用一个勺子 挖一点面糊下入锅中 面糊能够马上飘起来 说明油温就可以了 下的时候一定要贴着油面下 这样面糊炸出来才会一团一团的 不会碎掉 这时候一定要开中火慢慢炸 面糊下入锅中的时候 一定要迅速的飘起来 这样的油温刚刚好 如果油温太低的话 就容易吸油 而且还飘不起来 把所有的面糊都像这样 一勺一勺的下入锅中 所有的面糊都飘起来之后 用勺子不停的翻动 让面糊受热更加均匀 这个时候要开大火炸 把里面的面糊炸熟炸透 锅里有一些碎渣子 可以把它捞出来不要 如果喜欢吃碎一点的 也可以留着吃 看一下像这样一个一个胖乎乎的 就像气泡一样 最后把所有的面糊炸成金黄色 炸成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金黄金黄的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把它控油拉出来 装入盘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鸡蛋泡泡 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外酥里嫩 我们来掰一个看看 里面非常的柔软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里面一点也不吸油 还带着浓郁的葱香味 比油条好吃多了 既可以当早餐 也可以当小零食 而且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整个过程手都不需要招面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448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